接上急 弟弟 你听我说完 那个梦很真实 好像一定会发生一样 他一字 一顿 我梦见你 死了 我 我提起了好奇心 倒不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 而是我怎么死的 弟弟脸上浮起一抹惊恐 我看到好多男的往你身上扑去 那些男的走后 你流了好多血 弟弟说的断断续续的 他皱起眉头使劲的回忆 然后你被盖上白布 爸爸妈妈都说你死了 这种死法挺不光彩的 妈的 弟弟这种小屁还不懂 我头毛还不懂 弟弟不安的说 姐 死是什么意思 是永远也见不到你了吗 我没说话 算是默认 那姐姐不要喜欢谢怀叔 他经常凶你 弟弟紧张的说 他还打你 我 谢什么 这人谁 还打我 弟弟的表述实在让我抓不到重点 我听了半天 终于把思路整理出来了 打个比较 弟弟似乎梦见了未来的事 我以后会喜欢上一个名叫谢怀叔的男孩子 对他穷追不舍 死缠烂打 抢取豪 夺 可是谢怀叔喜欢的是另一个女孩子 我嫉妒他 陷害他 之后还想找小混混 弄死他 结果冷血毒辣的谢怀叔以其人之道 还是其人之身 我自食恶果反被凌辱 致死 我再次打出几个问号 这听起来好像那谢怀叔是男主 他喜欢的那个女还是女主 而我是千方百计的 阻挡他们爱情之路的绊脚石恶毒女配 我不相信 先不说我现在对男人都不感冒 而且 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男人做出这么窒息的 行为 嗯 所以 有问题的应该是我弟弟 我深沉地看了弟弟一眼 打了个电话 喂 顾仙姐 月月 是我 有什么事吗 姐夫是个医生对吧 我单刀直入 对啊 怎么了 我弟弟好像得了一想症 我能不能带他去姐夫那里看一看 顾仙 弟弟 抱歉月月 潮离 他是心胸外科的医生 一想症不在他的医治范围之内 你或许带你弟弟去看看精神科或者心理医生 顾仙真诚的建议 我 那倒不用 你在你亲生父母家过得怎样 顾仙询问 不怎么样 他们最近在闹离婚 还把弟弟丢给了我 顾仙似乎被噎了一下 你才十九岁 他们居然敢这么大大咧咧的把儿子丢给 你 牛逼 好啦好啦 又不是养不起 你也知道我炒股赚了不少钱 爸妈给我的零用钱 我又拿去投资了 现在钱生钱 利滚利 我目前的经济状况养十个弟弟都行 顾仙感叹 真不知道你们的脑子怎么长的 一个比一个会挣钱 我老公家那几 喂 赚个百万根丸似的 我谦虚 过奖过奖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过家看看爸妈 他们老想你了 过段时间吧 我沉吟 好 挂了电话后 我才转过头看向一脸茫然的弟弟 算了 是未来也好 小说世界也罢 这种结局都不可能出现 我捏了捏弟弟的脸 放弃了带他去看医生的念头 说来挺巧 弟弟上的小学和我上的大学都离我家不远 早上我送他去完学校 才回自己的学校上走吧 姐 我考了一百分 放学回家后 弟弟从书包里面掏出一张试卷 期待的弟给我 我瞥了一眼 全都是老师龙飞凤舞的沟 卷子右上方 一个硕大的一百分映入 眼帘 弟弟真棒 我揉了揉他的脑袋 想要什么奖励 姐姐周末可以带我去游乐园吗 弟弟眼睛亮晶晶的 红扑扑的脸蛋惹人脸 哎 我揪起他的脸蛋 语气不善 你是不是在报复我 法庭上我才说了不会带他 去游乐园 没想到这么快就打脸 相处了一段时间 弟弟早就不怕我了 从之前姐姐不好惹的形象 变成了姐 姐是直老虎 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带我去过游乐园 弟弟低垂着头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忧 欲沮丧的气息 爸爸总是骗我 说有空就带我去 可是一次都没有带我去 过 你怎么说起话来茶里茶气的 我眯着眼 姐姐 什么是茶里茶气 弟弟好奇 半可怜 薄同情 那姐姐带我去吗 弟弟把茶医贯彻到底 那副渲染玉气的模样 行行行 周末就带你去 我缴械投降 姐姐最好了 过山车的队伍中 身高不足一米四的儿童 禁止参与此项目 我默默无言 目光移向旁边的身高贴纸 我弟 九岁 身高一米三八点五等于不能玩 弟弟偏偏还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 姐 我身高够吗 我朝他微笑了一下 跟他打商量 要不我们去玩旋转木马 弟弟 旋转木马太幼稚了 我想玩这个 我继续微笑 你真非要我把话题挑明吗 弟弟搭挖着脑袋 好吧 我安慰他 身高不够 智商来凑 你看看你考了一百分 这是很多小朋友都做 不到的呢 弟弟兴致依然不高 我给他买了个棉花糖才 把他哄好 路过一个鬼屋 我问 玩吗 弟弟开始兴致勃勃 玩 进去之后 在我看来 就一堆假的要命的断织怪物 骷髅模型 粗质烂造的音 笑 就算是阴阴森森的灯光 氛围也不太好 而且还没有真人 NPC出来营业 我都不知道 这有什么好怕的 结果却把我地下的 整个人都贴在我身上 出来之后 脸色煞白 泪眼汪汪 姐 我们不要玩这个了 弟弟抽噎着说 我乐了 弟弟 原来你胆子这么小 弟弟 呜呜呜呜 之后 我们玩了旋转木马和碰碰车 打气球的摊子上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我放下长枪 给弟弟赢了一个大熊玩偶 姐姐好棒 弟弟手都拍红了 看向我的目光是满满的崇拜 我勾成一笑 从前截然一身的鼓起 被弟弟的道来冲散不少 嗯 养个弟弟的感觉真不赖 我弟是一手拿着气球 一手拿着糖葫芦 满脸笑容的出的游乐园 而我 像个小丝一样 拎着半人高的玩偶 跟在他身后 我们路过一所高中的时候 就听见前面有人在骂骂咧咧 我皱眉 把弟弟挡在身后 谢怀叔啊 学校里的天之骄子 还不是乖乖的 被我们踩在脚底下 谢怀叔 你不是很拽吗 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做给谁看啊 臭小子别试图反抗 不然你能卧病在床的奶奶 只见前面几个高中生模样的 不良少年 打着耳钉 染着头发 点着烟 围着一个 蜷缩在地上的少年 拳打脚踢 校外欺凌 接弟弟小声地叫了一下 我们先躲起来 我拉起弟弟的手腕 准备掉头 并不打算掺和这件事 我下来兴奉谁 拳头大谁就是老大 那个少年无法反抗 那是他的事 这十九年来 我学到最多的就是少管闲事 独善其身 弟弟又在身边 我可 不想因为这件 见义勇为的是牵连到我地 况且那少年就叫谢怀叔 是弟弟梦里把我弄死的人 我惹不起他妈还躲不 起 你们别打了 一个女孩子颤抖的声音响起 哟 校花呀 怎么 你想救他 一个男生流里流气 想救他也行 你陪我们一晚上怎么样 另一个男生调笑道 我神色不变 带着弟弟拐到一个隐秘处藏起来 姐 他们在欺负大哥哥 大姐姐弟弟有些不安 嗯 别怕 姐姐会保护你的 我看到这一幕 深思要不要给弟弟抱散打 班 现在校园七零正多 不学习防身术真的很容易吃亏 弟弟现在小学还好 可到了初中 高中 学生们青春期易造易怒 又由于道德认 这方面的缺陷 以及态度与价值观的偏差 专挑些弱使群体下手 校园七零就这么 形成了 我有钱 你们放过他行吗 女孩子听起来快哭了 校花呀 钱我们要 你 我们也要 你不知道啊 每次你上台演讲的时候 我们都想 男生意味深长地说 引起其他人一阵哄笑 女孩子脸色变得苍白 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来 像只小兔子一样惊慌无措 这是地上的少年 不知哪来的力气 突然扑上去 对着那个满口喷粉的人就是一 拳 并朝着女孩大吼一声 宋西 你快走 臭小子你想死 反抗的代价是迎来更猛烈的殴打 而另一个男生拦住了女孩 校花先别急着走嘛 大哥哥 好可怜 弟弟揪紧了我的衣服 漂亮的脸蛋 浮现担忧的神色 他们打人是不对的 我依然冷漠 我还真没白养 知道了弟弟的答案 我也不再犹豫 乖乖地在这站好 之后我从手上取下一个手镯 戴在弟弟手腕上 有什么危险 大声地叫我 把手 镯上的小孔对准坏人 再按一下手镯这个按钮 手镯里有麻醉针 计量完全可 以麻倒一个成年人 弟弟乖乖地 好 速战速决 从隐蔽处出来后 我开场白都懒地说一句 蹬过去将女孩捞进怀里 一脚将拦着 他那人给踹倒在地 卧槽你奶奶的 那男生痛叫一声 站稳 我松开女孩子 淡淡地说了一句 臭婊子你 其他男生反应过来破口大骂 被人搅了好事 他们纷纷向我动 手 一个男生想揪住我的领子 我挡住他的手 借力将另一个冲过来的男生 凌空一脚 蹬飞树米远 然后绕臂掐紧 抡起脚扫踢西窝 单手将他狠狠地灌到地上 在男生的痛苦爱好声中 我起身躲过另一个人的攻击 反手就是一个过肩衰 我居高临下 望着一众倒地的人 赤裸裸地嘲讽 一群战武渣 也敢来欺负 人 我们跟你无冤无仇 你有病吧 一个男生痛得脸庞扭曲 神色满是怨毒 看你们不爽就打你们哦 怎么 不服气 我活动一下手腕 轻笑 那就打 到服气为止 眼看我还要再打 男生呢 另一个男生瞬间求饶 你瞎不关我的事 就他嘴贱 要打打他 那个说我有病的男生 我慢悠悠地一开目光 突然对着地上 遍体鳞伤的少年说道 看到了吗 你强他 门就弱 你弱他们就强 他们要是再欺负你 你就算再弱小 也要从他们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他们要是撕你作业 你就把他们的书扔到窗外 他们要是把你的头 按到马桶 等他们散开在一个个的对付 用厕所里的拖把给他们洗脸 他们要是 故意撞倒你的饭菜 你直接将菜碟子扣到他们的头上 要是他们敢用亲人威胁 你 我阴冷的目光 逐意从他们身上掠过 我真出事了 把他们的手指给剁下 来 男生 他们似乎从来没有遇见过 像我这么狠毒 残忍的人 不过如果你自单堕落 自我放弃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别牵连到这个姑娘 少年抬起脸 那忧生冷静的眼神 跟我漫不经心的目光对上 随即又垂下眼帘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男生们看到少年 真的打算这样做的模样 忍不住打个寒战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疯批的不怕有所顾忌的 待男生们爬起来逃跑后 女孩子崇拜地望着我 谢谢大姐姐 我呃了一声 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 名模好齿 眉目如画 谢怀叔喜欢的就是他了吧 而少年脸上虽然有余伤 却挡不住那清俊精致的轮廓 容貌确实称得上不俗 讲真 谢怀叔这样的并不合我的胃口 论脸 他确实生得好看 但好看的男生弟都一抓一大把 特别是几年前我见过姑 仙姐的公公就是他老公的爹 长得那叫一个俊美角色 不进娱乐圈 姐姐梦里的那个我是瞎眼吧 姐姐是超人 姐姐好厉害 姐姐一脚就把坏蛋给踹飞了 弟弟的脸蛋激动的 红扑扑的 那弟弟想不想学呀 我诱惑着他 能像姐姐一样打跑坏蛋吗 弟弟眼睛里满是小星星 当然 说不定阿燕比姐姐更厉害呢 不过呢 想要变得这么厉害 过程会很累 很苦 也会很疼 弟弟能接受吗 我这可不是在框他 也不知道娇生惯养的弟弟 能不能坚持下去 我可以 无知的小孩子 总会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我忍不住笑了 你想说让我教你弟弟搏击格斗 不行 我反问他 行 当然行 教练道 他才九岁 别对他要求太高 还有 别拿放在我身上那套给他用 凡事循环 毕竟不可操之过急 这个教练是退伍的特种兵 去练那叫一个狠 我刚开始 跟他学的时候 曾经被打得三天三夜下不了床 别问 问就是痛的 希望弟弟意志力强一点吧 知道了 当初也没几个人像你一样 对自己这么苛刻的 简直是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 嘿 小姑娘 你真的没有当兵的打算吗 部队里真的很缺少你这种幼聪 名又能打的 我可以推荐 我拒绝 教练一阵惋惜 父母离开了对方后 母亲开了一家小餐馆 生意还不错 父亲则立刻找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小情人 而开启第二唇 听说当初母亲距离力争 硬生生地把弟弟的户口迁到自己那边 法官也经过多方面考虑 把弟弟判给了母亲 这可把父亲气得不轻 我回到亲生父母家 连性都没有改 户口都是独立的 所以这对我也没啥影响 我带弟弟过去看望他们 弟弟被我养得红光满面 神采奕奕 又跟着教练学习搏击格斗 身体健壮了不少 一过去就把母亲扑了个满怀 妈妈妈 父亲酸溜溜的 只记得妈妈 不记得爸爸了是吧 弟弟凑过去口水糊了他一脸 爸爸爸爸 不管父母对我如何 但对弟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 我站在一边 淡淡地看见他们一家 其乐融融 母亲把弟弟弟弟父亲 向我走过来 怎么 想清楚怎么把他带走了吗 我神情淡漠 态度仿佛对待一个陌生人 知悦 我知道我们确实 对你不公平 母亲平视着我 那跟我相似的眉眼让我 也无法否认我是他亲生的 原来你也知道呀 我不嫉妒弟弟 但我确实恨你们 这就是我 连一个恨字 都说得这么轻了淡性 五岁的时候 我在工人院 为了抢一颗糖果 被打得头破血流 我多么希望我的爸 爸妈妈能出现 七岁的时候 我被人领养 那时候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不够好 为什么我的爸爸 妈妈都不要我呢 十八岁的时候 我考上了大学 我就在想 如果我的亲生父母知道 他们会不会为我骄傲呢 后来我回到了家 但却不是我的家 后来我知道了 原来我心寒的资格都没有 当失望一次次地累积 在看他们宠爱弟弟 我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波澜了 母亲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 你把弟弟带走后 我们这辈子不要再见面了 我已经料想过这个结局 父母还健在 弟弟的抚养权 怎么也不可能落到我手上 母亲似乎被我冷漠的态度 刺痛了双眼 他张了张口 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很简单的道理 我和弟弟都是他的孩子 只不过一个 能获得他的喜爱宠溺 一个 只能遭到他的厌倦末世罢了 天底下并不是所有的父母 都疼爱自己的孩子 弟弟被父亲抱着 神采飞扬地 诉说着自己这段时间 发生的去世 他仰手 当初我给他戴上的手镯 在阳光下意义发亮 宁宴 祝你无灾无痛 碎碎平安 我转身就走 回到家 地上还散落着弟弟 还没搭好的积木 另一旁摆放着弟弟 已经拼好的拼图 那个甜甜的叫我姐姐的小男孩 终究还是离开了 我默默地将玩具整理好 放进次卧 曲终人一散 两年后 我本科毕业 和顾仙姐一拍集合 开始创业 这时 一匹名为怀惜的黑马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以很辣果掘的手段 以及对市场的 敏锐程度和预知能力 迅速地占据商场的一席之地 一时间人人自危 毕竟商场的蛋糕就这么大 谁也不想把自己那份给分出去 怀惜 我靠在沙发上 滑拉着手机的页面 报道上 一张挪护的照片映入我的眼帘 一席可以看到男子身穿西装 那冷峻精致的轮廓 让我有一种无比熟悉的感觉 谢 怀 说我淡淡地念出这个名字 你认识他 顾仙惊讶 有过一面之缘 我不顺在意 他挺厉害的 听说他现在还是个大学生呢 顾仙惊叹 在大学就开始创 也 还发展到这种程度 太牛逼了 哦 谁牛逼 一个低沉好听的男生 在客厅响起 我抬头望去 男子穿着白大褂 五官如船市美日般精致温雅 仿佛他才是女娲精心捏出来的 而我们是女娲用你点子甩出来的 染着几分微笑的面容俊美的无懈可击 身姿修长 脚弱明月 帅的一批 这是顾仙姐的老公裴朝礼 顾仙眼都不眨 没有 你最牛逼 我乖乖巧巧的喊了一声 姐夫 裴朝礼礼貌回应 知悦 说着 他拉起顾仙姐的手 我们还是来探讨一下 谁最牛逼的问题吧 顾仙 你要不要这么小心眼 夫人夸别的男人 为夫甚不爽 裴朝礼撇了我手机那胡不拉几的照片一眼 语气十分温柔 知悦请自便 说着就把自家老婆给拉走了